救生員工會近日搞罷工 要求康民署改善待遇家人手 一宗勞資關係新聞 某一傳媒竟然加嚴加操 硬要價強國人迫爆泳池之類的題 讓讀者將事情與兩地矛盾劃上等好 認真卑鄙 理據呢?數據呢? 沒有的,百分百感覺而已 看看救生員工會有甚麼訴求 講究請的員工會副主席郭兆劫 說罷工就是要康民署正視人手不足問題 同時要加人工吸引新人入行 他還說救生員薪酬不升反跌 現在比救護員少4000 咦咦?人手流失? 不是跟內地泳客有關嗎? Sorry,公會沒有說過 某一傳媒將事情扯上兩地矛盾 純粹因為早前有內地傳媒推介 說香港泳池衛生又夠便宜值得一去 報道出街,某個打著本土旗號的政黨立即抽水 說收到街坊投訴 泳池多了講普通話的人 質疑是被內地客逼爆 不過最好笑是 黨除了承認沒有統計和數據外 竟然還說香港不少人都講普通話 所以都未必分辨到 嘩,沒有真憑實據都入了個人遊數? 看不過眼的人就在報章專欄批評 沒有數字就說內地遊客逼爆泳池 還要取消一籤多行 聽起來很牽強 說真的,夏天香港泳池逼爆是事實 亦是問題 但到底是泳池不夠 還是太多內地人客遊便宜水 大家都很想知 政府好應該快點搞清楚對政下約 至於提新聞的市民 就要自己懂得分析、方位上測啦